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天想和大家主要講就是泛暴派 泛民黑暴那些暴應現眼報 在昨天就全部出現了 究竟有什麼事呢? 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歐樂軒和王國彤就要相繼賣樓 早前已經有人賣樓 又要打官司又要等 這兩個人究竟為什麼而賣樓呢? 歐樂軒還要說到他很淒慘 整件事是怎樣呢? 稍後會和大家講解一下 第二件事就是國安法之下有六名疑犯 被警察沒收他們的銀行卡 拿了一些銀行資料查看他們是洗黑錢 這六個人是什麼人呢? 稍後會和大家講一講 這六個人原來都是有關係的 原來他們全部都是參加了35家泛民初選的 整件事又是怎樣呢? 稍後會和大家講一講的 第三件事就是有一些區議員欠債數十萬 怎麼算好呢?不要緊 黑食咯 這件事又是怎樣? 稍後會和大家講解一下 在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文傑紳士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第一件事就是大家都知道 早前有些泛民的賣樓潮 已經有林卓廷 李卓人 黃之鋒的爸爸賣樓 這次多了兩個人 就是歐樂軒和黃國彤 有這麼多人賣樓 是否因為想走路呢? 黃之鋒的爸爸走了 但李卓人還沒走 林卓廷也還沒走 這兩個人 歐樂軒和黃國彤 究竟為了什麼而賣樓呢? 原來東方日報記者找了歐樂軒查詢這件事 你是不是賣了樓 還要再租其他樓 為什麼要買樓呢? 他回應 沒辦法了 律政司搞到他沒了很多錢 但本身你有很多錢 我不知道 律政司搞到他沒了很多錢 連續地拘捕他 警方方面又連續地拘捕他 他個人手機被沒收完一部又一部 因為要拿證據查東西 然後他就說 以為一比貴重的電腦 也同樣被警方沒收了 應該查他有沒有犯罪證據 然後他就說 面對多方面的財政壓力和財政受影響 其實也要賣樓啦 跟著他就說 大家都想多了 其實他那個單位其實不是他的 是他的家人 只不過為何寫他的名字 他就幫他家人託管住那個單位 嘩 真是有什麼原因都能作出的 現在你們不如整班都去作故事吧 好不好 跟著就說 賣樓是家人的事 不關他事的 他就沒有份參與其中的 而且他已經被沒收了個人的旅行護照 個人的證件 根本就沒有可能離開香港的 喂 十二門徒就是沒收了旅遊證件 一樣離開到香港 是不是 因為黃國和他們幫他手 懷疑 其實歐樂軒現在官司前身 因為他在1月6日的時候 因為也是有份去搞民主派35家的初選 他是其中一個搞手 還有一個重點的搞手 雖然他搞完事之後就說退出整件事的初選 但是是無補於事 他有犯法就有犯法 不是一句 退出就可以忘記他以前所犯的罪行 他就因為這件事干發了港區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捕 因為他想操控選舉 也在2019年8月份參與維園的流水式集會 被控組織未經批准集結和明知而參與非法集結罪被捕了 這個案件就在2月份的時候 即是下一個月就會開審 他就表明他將會認罪 看看可以判多少 可否判少一點 另外他還有什麼更新呢 就是2019年7月份在黃國警民衝突裡面 用大聲公襲擊警長 令警長的聽力受損 被裁定兩項的襲警罪成 現在判了140社會小時服務令 還有什麼事 我不知道他在2月份的刑案件會判多少 相信服務令之後應該會判監禁 到底他的結果是怎樣 相信也沒有什麼好結果 報應真的會來 遲都不會不來 第二個人就是涉嫌協助十二潛途的港人 十二門徒 被捕的九龍城區區議員黃國彤 他同樣被發現最近放售物議 他名下唯一一間物議 就是太古城的行星角頂樓連天台的三房兩廳單位 這個單位的天台連食用面積估計是 七八十八呎加上六百九十呎加上大約1400呎 現在開價是1600萬放售 原來也是比市價便宜了一段 這個單位之前已經被發現天台有一個大型的僭建物 黃國彤說自己買單位已經存在了 現在已經拆了相關的僭建 但是現在記者就去問黃國彤 為什麼你放樓 為什麼你賣樓 他就說沒有回應 暫時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回應 其實有一些地產界的人士 原來就放料給一些記者 就說黃國彤原來在半年之前已經說想賣樓 還要說賣下不賣下就是怎樣 我今天想賣樓 我也不賣了 我想賣樓 我也不賣了 我想賣樓 我也不賣了 態度非常反覆都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賣樓 直到剛剛12月份左右 即是十二門徒走了 以及正式被拘捕 各方面的事情 出來之後他就決定真的賣樓 不知道關不關十二門徒 但是現在犯暴派的人就紛紛賣樓 賣樓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黃之鋒爸爸就放棄他的兒子 就走了 然後李卓人可能懷疑他走路 然後林卓廷就說要應付很多不同的官司 歐樂軒就說他沒有什麼錢 也要打官司 隨時他們收回來的那些良知 不知道在哪裡找回來的錢 隨時在這次的官司裡一定是有機會是花光 那怎麼辦呢 會不會繼續靠忠仇 繼續靠黑食 但是現在黑食的人數更多 那他們會怎麼辦呢 我很想看到他們自己 閉毅和結局的樣子 這件事應該在未來日子裡 將會發生 繼續說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在國安法之下 就是民主派35家初算 就是剛才歐樂軒搞的那個 就有六個人被捕 那這六個人被捕之後怎麼辦呢 那有些人就說 他的銀行戶口裡面的資料 和Payme的財政紀錄 就全部都被警方拿走了 究竟是查些什麼事呢 那這幾個人現在被人抓了 就是被我們香港警方抓了 就是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的 顛覆國家政權罪 那其實五十五個人被抓 當然有些人就打算做污點證人 大家可以看看 到時有哪些人是沒有被人查到 或者是沒有起訴到 那哪些人就是污點證人 就是二五仔 就是篤灰那些 我們可以看看 有哪些人說一說他們被人查的經歷 首先周嘉誠說警方沒收了花旗銀行 即City Bank和恆生銀行的提款卡 以及信用卡 還有警方原來在拘捕他的期間 也拿過花旗銀行 恆生銀行匯豐銀行流動應用程式 和Payme的財政紀錄 問他這三個戶口的資金來源 也同一時間就沒收了他 花旗銀行和恆生銀行的提款卡 和信用卡 沒收了他這些卡 第一就是不讓他可以再禁錢 第二就是 為什麼要查他們的銀行紀錄 因為很大機會是懷疑他們洗黑錢 或者懷疑他們收一些非法的資金 作出一些搞事的行為 例如收外國的資金 例如黑暴的資金來源 這些相信也有機會是警方查的一個目標 一個指向 一條路 第二人被捕人士就是劉詠康 劉詠康指他在落口供的時候 警方曾經向他展示銀行的戶口的副本 恆生銀行 就問他每一項金額是怎樣來列 怎樣得到 他就說是民主派初選前後 他就曾經發起眾籌 透過恆生銀行的戶口 開始轉數化的功能 所以這個轉數化的東西 又放了上去 給別人發來發去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人士 就捐款到他這個戶口裡 你覺得有沒有人相信 是不是真的捐款還是黑金 大家不知道 相信警方會查這些錢 是否屬於洗黑錢罪 到時遲些大家就會知道 其餘還有四名被捕人士 在警方的落口供的時候 也拿了他們銀行戶口的帳單副本出來 其中兩個人就不知道哪一個 可能是歐克軒吧 指警方展示了炸彈銀行的月結單副本 另外兩個人也說有些銀行月結單副本 但拒絕透露哪一間銀行 也有些外國媒體引述銀行高層表示 警方過去大約半年左右 已經要求提供銀行的財務紀錄 關於一些犯暴派人士 或者違反國安法的人士 裡面的人大約有多少人呢 雙位數字 雙位數字的涵概面可以很廣闊 10個有雙位數字 99個有雙位數字 不知道多少呢 而且數目的增加和泛民主派的人士 原來都有關 基本上全部都是泛民主派人士 銀行高層指 我們香港銀行別無選擇 只可以聽從警方的要求 又表示若受影響的人士 賬戶被凍結或分享交易細節 又可以從法庭作出提告 銀行是無能為力的 因為銀行都要聽從指示 聽從執法人員的指示 花旗銀行回覆記者查問的時候 不再出個別的評論 但金管局發言人表示 銀行應該和執法部門合作 配合任何調查和執法行動 當然也會問警方 如果調查的細節 有機會被他們變門徒 走了不知去哪裏都不頂 或者無緣無故去釣魚都不頂 之前黃之鋒也走去蛙艇 我多怕他蛙去台灣 或者蛙去美國 講完這幾個人之後 再講第三件事 或者另一個人 這個人叫梁凱晴 梁凱晴是什麼人 原來他是觀塘區區議員 他說欠債22萬 那欠債22萬怎麼得來呢 等一下會和大家講一講 他現在要怎樣做 現在要網上黑食 即是說要眾籌 整件事是怎樣 這個叫做 觀塘區區議員梁凱晴 去年2020年的時候 聯同東九龍社區關注的成員 鍾建華提出司法覆核 即是大家所說的JR 要求暫停撥款做 觀塘海濱音樂噴泉工程 但未能夠申請發援而撤回 即是說他們要提告先 JR怎麼做的呢 很簡單 首先 你去拿份JR表格 然後填份JR 即是填份表格 其實不是很難的 要填很簡單 填幾個字 已經可以做到司法覆核 但我不會 我不會公開的 等一下不小心 即是讓其他人知道 比較麻煩 填好了之後 基本上交少少錢 交完少少錢之後 不太多 我記得一千幾百元 我記得我上課有聽過書 但因為銀碼太小 我真的記不到 大約預千多元 就可以完成一個 申請司法覆核的程序 暫時需要交這麼多錢 接下來會怎樣做呢 通常要找律師 要申請發援 然後提堂 現在梁凱晴和鍾建華 他們申請的發援是不行的 亦被撤回 但這件事已經上了高等法院 因為JR這件事 上年年底被高等法院追討22萬的縱費 梁凱晴說 面對這些高昂的縱費 難以獨力支撐 即是他自己一個人 難以支付這些縱費 所以決定發起眾籌 籌集相關的縱費 但大家要記住一件事 梁凱晴現在是觀塘區的區議員 有區議員的薪酬大約是4萬多元 4萬多元可不可以支付22萬的縱費 大家計一計 我當他回了一年工 一年工應該是45萬再加9萬元 即是差不多50萬 50萬的話 50萬你給不起22萬的縱費 你就有50萬的薪金 沒有機會有其他收入 你給不起22萬的縱費 然後就要搞中炒 不要玩了 擺明不是給不起 而是他不想給 還有借明目 然後就去籌款 做網絡黑衣 網上黑色 可能他見很多不同的泛部派人士 都申請了這些眾籌 所以他都申請了一份 但眾籌就要明目 今次就行了 今次的明目就是 我欠香港的法院錢 所以我自己要眾籌 但眾籌的事情是怎樣做 即是把連結給錢 通常他們的做法是多了 收夠費了 是不會停的 或者好人傻傻的那些 就告訴大家 我籌夠了 多謝大家 但裡面的籌款條拿怎麼辦 都是不會停的 都是不會終止 都是會繼續讓錢滾過來 不知道梁凱晴今次 會不會籌到 這個足夠的22萬 或者22萬以上的錢 我就很想看一下 其實他們在經濟環境 這麼差的情況之下 而且這麼多的競爭 這麼多的黑衣底下 網絡黑衣底下 究竟他還可以籌到多少錢 梁凱晴就說 官塘區議會上年年初通過了 要求叫停官塘海濱的音樂噴傳工程 但他就說 政府漠視民意拒絕 其他更加符合區內醫療和社區發展的設施 所以這一點就不是他們的民意所在的 他們區議會否決了 就說政府長反調 但問題是區議會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諮詢架構 諮詢的意思就是你可以給意見 但你那個不是命令 你的意見可以作出參考 但現在泛部派意見可不可以作出參考 如果真的跟他們的意見 大家可能經過什麼公園 有一個人名在 又是不知道什麼人名 或者有什麼義工人士庭 這些相信都是大家不樂見的事情 所以其實香港政府也會考慮一下 各種因由 而接不接受他們的意見 當然大部份都有無路的意見 當然不接受 因為香港政府不聽他們的意見 那怎麼辦呢 他自己聯同中建華私人入稟法庭 試圖以司法覆核的程序 殺停官堂音樂噴傳規劃 他們說要彰顯規劃公義 現在法庭就以法律公義 駁回了他們的事情 他們的所謂叫做叫庭的事情 同一時間就要他們給22萬的重費 大家記不記得這個長洲蜂核王 長洲蜂核王 常常都是用JR搞政府 現在這個長洲蜂核王 基本上差不多破產 好像破毀了產 所以搞這些JR 或者玩這些JR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玩呢 有機會是會玩到破產的 說真的 所以就不要真的亂來 當然這些泛部派議員 喜歡亂來我們不會阻止他們 只不過他們用他們自己的錢來玩 但是現在這個叫做梁凱晴就說 政府就收緊了這個法援的規定 令民間團隊難以負擔高昂的法律費用 說真的 其實法援這件事不是說收緊得很厲害 但是現在不希望有人濫用法援這件事 以及濫用JR司法覆核這件事 所以有些門檻要考慮應不應該給他 說真的 這個梁凱晴有4萬多元的月薪 你還申請法援? 不是啊 你不要還 基本上沒有什麼人申請不到 對不對 所以你申請不到很正常 你不需要罵政府 因為大家知道你月薪的話 都知道你說的話 其實是不成立的 以及很多都是謊 他繼續說民政事務處 以及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 以及立法會的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 就是罕有地三方面都追討他的縱費 令到他們就需要償還22萬的縱費 喂 你做錯事令到他們增加工作 令到他們要請律師 令到他們要浪費時間上庭 令到他們要做更多的事 那是不是這些成本要向你拿 而你這件事是無稽之譚 亦都被法庭 turned down 法庭亦都可以讓他們追回這個縱費 按照法律程序 為什麼不可以追呢 梁凱晴就說自己難以個人的力量 獨力支撐這麼高昂的費用 所以經過幾個星期的反思之後 想了很多不同的應對方法 亦都沒有適當的應對方法 所以就發起眾籌去解決 但是問題是什麼 破產也是一個方法 你就是破產 我很想看范步派議員 第一次破產 我很想很想見 我覺得很開心 但是你發起眾籌 發起網絡行黑 我覺得我看不起你 你應該承擔這份責任 破產 我相信你破產後 發起網絡行黑 我相信網絡黑食 就應該給你現在 這個 沒有事沒有幹 發起網絡的眾籌 就會籌得更加多錢 好了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節目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鍵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